看第二大条 金属储罐的制作与安装要求 那么分类的话是好选择体 但是这一个选择体的可考性并不是很大 所以课堂简单的听一下就行了 分类的方法 根据储罐的顶部的结构形式分 有固定拱顶储罐和伏顶储罐 本体的结构有单层的和双层的 材质的话非合金合金不修钢 还有一种LNG储罐长压低温的 这种储罐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些 我们现在不是用的液压气吗 那个蓝气储罐一般的都是这一种 有氮容罐双容罐全容罐几种类型 简单的看一下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固定拱顶储罐和伏顶储罐 那么固定拱顶储罐又有带勒拱顶和网壳拱顶 带勒的话 这一个 然后网壳拱顶上面还有一个网状的钢结构 其实这一步就是属于网架 也是属于一个钢结构了 那么伏顶储罐有外伏顶储罐和内伏顶储罐 这个伏顶的话 它是会随着页面上下做移动的 然后外伏顶的话 它外面没有一个盖子 内伏顶储罐的话 它外面是有一个盖子 不管是内伏顶还是外伏顶 这一个储罐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好的优点 可以减少或者防止罐内液体蒸发的一个损失 那么这一个是选择题要大家掌握的一个点 那么在考试的时候的一个的选项上面 又要注意一下 它的选项的话可能是这一种的选项 以下哪些哪个储罐优点具备 可以减少或者防止罐内液体蒸发 选项A 选项B 选项C 选项B 好 然后你就犹豫了 对不对 老师讲过 伏顶储罐的优点 外伏顶内伏顶都具备 那我选哪个 好 这里注意一下 考到这种方式的时候 你选外伏顶储罐 LNG储罐上面也有选择题的可考性 那么这一部分的选择题的可考性会考到哪个点 这一部分的话 静止设备要考的话应该会考到一些单选项 靠单选项的话 那么可考性比较大的就会是这一条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储罐的内桶一般采用的是密酒缸 也可以是全旅的不修缸 或者运利的 那么其实这一种的表述的当中 你要有一个思维的方式是什么 通常用的是什么 密酒缸 对不对 那么 那么地顶的悬挂式的绝乐支撑平台是用什么材质的 是铝制的 这个是一个单独的 后面没有 就是这一项 然后罐内的绝乐材料主要用的是 膨胀珍珠岩 弹性玻璃纤维粘 以及泡沫玻璃砖等等 那么考试的时候 如果考到多选项的话 这一条的话 可考性就比较大了 所以这一部分的储罐的内容 大家还是要按照选择体的去把它掌握一下 好 接下来来看一个实物操作的一个的点 金属储罐 作为压力容器的时候 储罐安装的施工单位需要具备什么 资质 那我们回忆一下工业金属管道 工业金属管道也是什么各种设备 所以相类似的支持点 你应该要做一个延续去掌握 然后这个施工队伍的资格的要求 要有相应的施工资质 相公应的施工资质涵盖着什么 建设施工资质 就是你的是一级还是爱级这种等级的 然后还有相应的专业的技术 那么工业的金属管道是特种设备 那么特种设备要有相应的安装的许可 资格 那我们储罐作为压力容器也是特种设备 所以这两条的话也是需要的 对不对 只是这个名称是什么改到了 改一下了 那么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个什么问题 来看一下 储罐通常装的都是一些亦然亦爆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危险的这些戒指 当时亦然亦爆的时候 案例考试的时候啊 里面装的亦然亦爆的那个物品 比如说石油椰花器啊等等的 那么肯定要有相应的什么 火灾的啊 防火灾的措施 那比如说我们这一个的浮顶罐 那浮顶罐的话 他在那个浮动的当中 他可能还是会产生一些静电啊等等的啊 所以他会要有一些防静电的导线在这里面 那么他在浮顶浮动的过程当中 因为有一个浮球存在 那么和浮顶的当中 其实还会有一些什么 局部的这些空间的啊 存在局部空间的话 因为静电的话 虽然有静电表电 那么他也有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火星 要有小火星的话 这些局部空间都会有一些蒸发出来的 依然的气体了 那么就很有可能点燃 所以会要有一个相应的什么 消防的设施在里面 那么当然这个单位的还需要有一个消防的资质 那么这个消防资质也是属于专业的一个资质 那么作为这一个的储贯的安装单位 你要需要有这个资质 如果你没有这个资质 那么消防工程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分包的 那么这种分包不属于再分包 那么来仔细看一下啊 这道题的答点是什么 第一个要有相应的工程建设的施工资质 那么符合的是资质等级的要求 自己扩住一下完美一点 然后我们前面讲过 储贯安装有整体就位移动 相应的是安装的资质 是解体的话 就是要在现场进行进行主汉的 主汉的就必须要有一个什么 A3级的许可的资质 还要有消防工程的安装许可资质 那么这个是属于专业资质 那么你也可以扩住一下 自己单位没有相应的资格 这一项必须要进行一个分包 来进行一个有相应资质的单位 来做消防这个工程 实物操作点的话 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灵活综合的 大家在学习的工程当中 慢慢的去累积相关的知识点 金属杵的安装的方法 主要有正装法和倒装法 然后正装法又分成外搭脚手架的正装法和内挂脚手架的正装法 这是正装法 倒装法的话 常用的是液压顶身的一个倒装法 我们在前几年的考试当中考过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案例 外搭脚手架正装法和内挂脚手架正装法的一个区别 那么我们把这个真题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当中可以理解一些知识点 因为这个也有可能重复考 外搭脚手架的正装法 光从这个字面上面 你就可以理解成 这个脚手架搭着什么 搭着这个容器的外面 随着容器的增高 它脚手架是足成搭设的 那么内挂脚手架的话 挂挂挂挂在什么 挂在地板上面 那么它是挂在什么 挂在地板的内侧 然后挂三脚架 在三脚架上面搭设一个套板 然后工人在上面四焊 那么通常来说 一台储罐的施工 一用两层到三层的一个脚手架 一个或者两个的楼梯间 然后进行一个上下的那个作业 这个曾经考过选择题 那么随着这个壁容器的那个地板的四焊 升高 交替这个脚手架是可以交替使用的 那么我们汉缝的话 有一些就是说 那个焊机做一个半自动焊 或者是全自动焊的时候 这个移动小车的位置挂在什么上面 脚手架搭在外面 移动小车不可能再挂在外面了 所以是怎么挂在里面的 内侧进行施工 那么这里内挂脚手架的正装法的话 小车就不能挂在里面了 里面有什么 有脚手架了 对不对 所以它是挂在外面来进行焊接的 那么共同点 不管是外搭脚手架和内挂脚手架 它的因为是正装法 倒装法也是需要用那个壁板吊装 也是需要进行吊装的 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 那么区别点主要在前面这三项 那么达知识点看了你达体的时候 然后该怎么来进行一个搭设 熟成搭设 脚手架会很多 很多的话成本肯定会比什么用的少的要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外大脚手架正装法和内挂脚手架正装法的一个区别 主要有三条不同 一个是脚手架的搭设的方式不同 移动小车的位置不同 然后搭设方式不同的话 后续产生的成本也是不同的 这是主要的三大条 那么考试的时候通常来说光达这三个就可以了 但是一般的时候我们考试讲就是会有一个什么控制他的那个合格率的啊 如果考试的时候啊 我们会选一个啊 呃一百啊到五百分的这种卷子先进行预批预批看了 而且大家都考得很好 但是我又要通考那个控制通过率 然后就重新去进行调分子 重新调分子的话会怎么调 比如说像这一种题 光达了标题没有写里面具体内容的 他的分就会降下去 所以你考试的时候尽量的是什么 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面 达了大条以后里面的不同的点去把它表述出来 这样的话就不管他怎么样 你再去进行调分也调不到你这种达体完美的情况下面了 再简单的了解一下 金属楚冠的盗装法 那么盗装法包括中心珠的组装编柱盗装 然后编柱盗装里面又分成了液压顶身 葫芦皮身等等 还有冲气顶身和水浮顶身法 那么水浮顶身法的时候的话 其实类似于就是说你在那个楚冠 他不是那个装的时候 他要用到大量的一个水 那么其实对水资源的利用是非常是什么浪费的 所以这一项是通常就现在就不怎么用了 电珠盗装法的话 相对来说是用的比较多的这一种 那么电珠盗装法的时候会用到一个杖圈 那么这个杖圈的话 其实就是类似于什么打个比方吧 就是你打散 它有一个中心珠 然后旁边刚住这个又组成了这个圈圈 对吧 旁边又是液压 然后这个杖圈 能够把这个要安装的这个壁板 把它固定顶在那里 然后你下面的去进行一个中汉缝 跟那个缓汉缝去进行一个这个汉缉 这个简单的阅读看一下就行了 那么这一项的工艺的方法的话 它会利用均匀的布置在冠冰内侧带有提升或者顶身的机构 这个的机构就是什么机构 液压的或者是葫芦的这一种的机构 液压的会用的多一些 那么再用到上颈圈 让上一节的壁板一起上升到预定的高度来阻撼第二圈 然后松开降到下面去上颈 然后固定后再次提升 然后往复的去进行 那么这一条的话 要考的话 选择题是不会考的 会考到一个圆文的这一个的案例 但是可考性不大 所以我们在经讲阶段 你课堂上简单的听一下就行了 其实这一个的点的话 你只要看了这个图 然后再把它正常的思维能够写出来的 还是属于简单的 对不对 这个咱们讲的是实实在在的 不复杂 好 接下来看一下金属储冠的汉阶的工艺 那么这一部分的知识点 我们直接用考试的题型列出来给到大家 一看这个就是考什么 考案例的 对不对 好 金属储冠常用的焊接方法有 焊条电壶焊 埋壶焊 融化级的气体保护焊 气垫力焊 那么这个主要是中焊缝了 双面 雅壶焊 这个本身这一部分的知识点是按照案例去掌握 那么这个就是需要背的 背原文的点 然后应用的点上面我们思考一下 在这么多的焊接的方法当中 为什么不用这一项 比如说 乌极气体保护焊几乎可以焊所有的材料 它是有很多的优点 为什么在金属储冠的当中不用这种焊接工艺 考虑一下 我们在前面的焊接工程当中 讲过乌极气体保护焊 它虽然有很多很多的优点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微风都会破坏什么保护气体 所以它需要有相应的什么防风的这一些的设施 那么我们金属储冠 在现场上面去进行焊接的话 它的体积是什么非常大的 对不对 然后施宜不施宜去进行一个搭这种防风 就不适合 所以在这一个的焊接的工艺上面就不采用这一种了 那么具体的焊接工艺当中 焊接顺序是属于焊接工艺 以倒装法的拱顶储冠的焊接顺序来做一个举例 然后这一部分是按照选择体来掌握 那么选择体的考法的话 在这种程序上面考 有两种考法 一种是程序打乱 选一个正确的程序 还有一种考法是挑出某一个工序节点 问你景前和景后工作是什么 那么相针对这一种那么多的内容 基本上我对这个楚冠 焊接都没有干过这个活的 那么怎么去记这个知识点 然后第一个建议大家不要用什么 就什么口诀之类的 何老师特别不赞成用口诀 用口诀的话 你在听课的时候会觉得 好好用 这口诀我一看就能懂 但是你本身对这个知识点的 又不熟悉对不对 对这个工艺干活又从来没有干过 那么你在记这个点的时候 我是不是首先要记什么 要记这个口诀 但是这个口诀上面 能不能还原出来知识点的原文 这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 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些口诀之类的 你自己把它准备下来 你看过以后 你过个十天再去看看能不能还原出来 基本上是还不出来的 所以你等同于什么 给自己大脑里面多做了一个什么 没有必要的这些储备 所以我是不赞成这一项的 那么又要用什么方式来去这些点呢 两种 一种是从图形上面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记忆 然后来帮到去掌握这些知识点 还有一种是自己在这些程序上面去切 节点来掌握 那么本身这一个的是盗装法 盗装法的话 他第一步做什么 底板要把它焊好 中斧板焊缝 焊好 灌底板先要焊好 然后盗装法的话 在底板焊的时候 不是所有的焊缝都焊好 那么他先把什么要焊 还要焊一个灌底边缘板对接焊缝 靠边缘的300毫米的一个的部位 我们后面再会给到大家一个示意图 刻后的这些小资料给到你 那么接下来你再记一个什么 因为是盗装法 所以先焊的是什么 顶层的 然后顶层的壁板的中缝 那么顶层壁板的中缝的话 他和顶板的还会有一些包脚的 这一些的焊缝 这个要焊 然后再做一个灌顶的一个焊缝来焊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完成了 完成了以后 把它顶住以后 逐步的再焊下面一层 对不对 那么这是大概理解了基础上面 然后我再做两个重要的节点 去做一个记忆 那么重要节点就勾 已经勾给大家 顶层壁板的中缝的景前工作是什么 景后工作是什么 这个做一个记忆 然后灌顶板的汉缝的景前景后是什么 把它记住 那么这样记住以后 整个的施工程序的话 毕竟是选择题 不是考案例 你能够去把它正确的选出来的 所以这一个的选择题是需要大家 去掌握住 掌握住的话 注意反复的一个复习 不要都累积到考前的一周 像这种选择题的话 你隔个三天看一下 然后隔个七天再看一下 再过十天再看一下 所以你是需要看 至少要看三次的一个的点 然后这个程序上面还有最后一项 边缘板与中缝板之间的收缩缝 那么这一项的工作的话 不管是道装法还是正装法 都是最后一个工序 那么我们 处冠底板的结构的示意图 给到大家作为一个客户的一个理解知识点的 一个补充的资料 冠底的焊接的工艺 这一部分的知识点 考过选择题了 那么课堂上简单的听一下 焊接的工艺的原则 采用收缩变形最小的焊接的工艺 以及焊接顺序 其实这一条是一个通用的 不管什么的焊接 都是应该是采取这样的方式 那么在焊接的顺序上面 那么其实这一部分的知识点 也是简单的这个图形了解一下 先焊的是中缝板的焊缝 然后是最近焊缝靠边缘的 这个结构的上面 这一部分 中缝板 然后边缘板 都会形成 有弧度的 这外弧度大一些 里面是平切一点 这一部分是边缘板 然后在中缝板的上面 我们也有一个什么短焊缝和长焊缝 这个就是短的中缝 横缝是属于长焊缝 然后最后一项工作 边缘板与中缝板之间的一个收缩缝 主要是为什么留在最后 留在最后就是 前面在焊接的过程当中 还会有一些那个就是说是一些阴历啊 什么各种的释放出来 然后到最后焊这一封 焊的话是可以缓解这一种 如果你先焊了这一些的话 前面中间焊了 它是没有地方去进行释放了 这个点我们前面是讲过的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选择题的一个可考点 好来看一下18年的这一道真题 这道题相对来说有点难度 那么拿到这种题目的话 以后你在做这种施工程序上面 去判断题的方法 应该用什么方式 简单的方式 几个 一个本身对知识点 你肯定是要有相应的了解 是看过的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用排除法 在做选择题当中 排除法是最最有用的一个方法 那么笔板焊接 我们在前面的程序当中讲过 焊接工艺程序的第一步是做什么的 第一步是做中复版的焊接 那么根据这一条 我们首先就把C排除掉了 先做什么 先做中复版与变用版 这个就错了 然后 我们在焊接的这个 这一幕当中讲到为了控制焊接变形的话 短焊缝和长焊缝的话 先焊的是什么 先焊短的再焊长的 那么B选项又被排除了 应该是先短焊缝 再长焊缝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又是错了 然后 接下来 再来看一下 选项A 选项A 边缘版顺于对接焊缝的景前工序是哪一项 景前工序是灌底灌壁的连接的 脚焊缝 那么这一条就是程序上面是什么 搞反了 所以他是错了 然后最正确的一个选项是B选项 那么建议大家把这道题目 看的时候 教材上面的施工程序 先把它放在边上 这样对应起来再看一下 然后再做一个复习 对应该把这道题目